中美贸战正式开打 中方寄出报复清单主打为黄豆 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 美国7月6日零时宣布 对总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货品加征关税 中共商务部随即寄出同等报复清单 清单主打为黄豆广告 7月6日零时12点02分 美国正式向中国340亿美元的商品征税 随后还将对另外160亿美元商品征税 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 中共商务部于13.49增公布 对美国进口的农产品、水产、汽车等产品加征25%关税清单 主打为黄豆据报 此次中美双方互征关税中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将对340亿美元的 一系列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 其中包括汽车、电脑磁盘虚动器 泵零件、阀门和打印机 以及许多其他工业零部件产品 清单中尽量避免了对中国手机和鞋类等民生消费品的关税 但是一些产品包括恒温器被归为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类别 中方对340亿美元的一系列美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中 包括美国大豆、粟米、小麦、大米、高粱、牛肉、猪肉、加芹、鱼、贝类、乳制品、坚果、蔬菜、蘑菇等数百种美国农产品征收关税 此举被认为意图威胁 2016年美国大选中支持川普的农民如德克萨斯州和爱荷华州大豆是中美贸易战中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商品中国是全球第2大的大豆消费国及最大进口国86%都是以赖进口 但是去年已进口3286万吨 中国加征美国大豆的关税后 不少类地厂商都已转向巴西取货单 是6月已订购19艘货船量的巴西大豆 中国招商证券研究员谢亚轩认为 中方对大豆加征关税 恐要付出巨大代价 中国不断要进口大豆 如果国际市场上大豆的价格上升 30%将推高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0.5个百分点显著抬升中国通胀压力 为资本市场带来变数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爱肯商学院中身教授 经学家谢田向大纪元表示 美国对中国的大豆出口有很大的市场 因中国有次一头猪肉喂养 如果现在限制大豆的出口 马上将导致中国猪肉价格上涨 老百姓反弹谢田预估 中美贸易战开战 中共将会在经济上遇到重大挫折 重大打击 因为中国的对外出口过分依赖于 美国而美国对中国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依赖 对美国出口减退 会让中共经济进一步陷入危险的境地 在美国出口减退 感谢观看